wait 老大一 wait 看一下wait wait是管用的 wait它可以充满 那么这样子 问题也来了 一定会去设是不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table layout 引入了几个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这个属性 stretch stretch就是伸缩的意思 stretch columns 意思就是什么呢 伸缩的列有哪些 那我们来指定一下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 现在这样有几列 三列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012对不对 012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试一下 它的新的一些属性 看这儿有一些新的属性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stretch column 它说的是指定 它的类型是指定我们的列 列的索引值 比方说 我索引2 意思就是什么 第三列伸缩 是不是 给它伸缩 给它伸缩满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它直接就把我们这个给控制住 我们在那再加一个 它直接就统一进行控制了 这样效果是不是更好 每一列的宽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要让第二列和第三列都伸缩呢 我在这 再加一下 1 2 用逗号风格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等分去伸缩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它的这个属性 是不是通过封装我们的那个weight来实现 对吧 应该就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伸缩我们会用了 我们再看看 它还有一些属性 还有一些新的属性 我们先看这个吧 colops colops的话 我们都知道 是其实是有一个展开和缩起来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colops是缩起来 extend extend是展开 那我们这个是要把哪一列缩起来 那我把第一列缩起来 看一下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缩很多列 你可以用逗号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列就没了 看到没有 第一列就没有了 你还可以缩更多的列 把第一列和第三列给它缩没了 这样子 好 这是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 shrink shrink 它本身也有缩的这个效果 但是这两个缩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拿这个来为例 这个button 我给它多设置一点内容 button 我给它设置 多设置一点内容 第三个button 好 看到没有 这是它默认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跑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干嘛呢 我是希望 希望它不要跑出来 那么我就要用到我的一个shrink 我们看一下用shrink的一个效果 第三列 它就自动换行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当然这样子 它对齐不好看了 你就可以去调一下 它的这个对齐方式 对不对 这个对齐方式怎么调 是不是很容易啊 用我们的这个table row 来调整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 调整一下我们的gravity 好 那么这三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 type of row的一个 功能的属性 其他的它也没什么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刚刚说table layout table row有没有什么功能的属性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新增的一些属性 似乎好像没有啊 但不是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子元素 似乎好像也没有 因为这些类默认的属性 都是定死的 但是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附加属性 是允许我们去加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到 我们的table row了 看一下table row的布局属性 table row的layout parents 这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Android的这个layout column 叫布局列 布局列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当前的这个子元素 你给它放在哪一列里面 还有在于有个layout span 是告诉它什么呢 定义 这个子元素 应该跨越几列 应该跨越几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比方说 我先删掉一个 它 这个我就不用这么多字了 我现在要让谁呢 要让中间这个edit text 把它放到第三列来 不要在这个第二列 那我怎么设呢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属性吗 edit text 我让它到第三列来 layout 有个column 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你不管 你敲就是了 它会不会出错 放到第三列 那它就标签12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它反正没有出错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变化了 所以这个就是用来做 我们的这样一个列的 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这第一个 我希望干嘛呢 它能跨越 跨越这一列 第一列和第二列 那我又怎么样来设置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个 layout spam 我们来看一下 让它在第一列和第二列 sorry啊 因为它现在本身就在第一列 你只需要指定一下 跨到哪去就行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看一下镜 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 这个属性不一样 这个属性表示 要跨几个单元格 是几个单元格的意思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去 就像那个滑动道一样 它会自己去改填满 它只要有空隙 它会自己填满 那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在这个下面也给它设一下 它会怎么样 嗯 我也给它设置 让它跨两个单元格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没效果 因为已经没有空隙了 不对 已经没有这个空隙了 好 这个就是 在table layout和table row里面增加的 table layout增加了三个新的布局属性 而table row里面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两个 我们把这个掌握了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一个table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了 那好 我们来演示一个例子 就是我刚才这个例子 注册 我们当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我们要在脑海里面去划分一下 如果是 如果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包包在下面 我先把分隔开来 先只看上面 上面我们放一个table view table layout 这个table layout 这儿肯定是一列 对不对 右边是一列 这儿是一列 左边是一列 但是如果这儿还有这儿怎么办呢 它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列 它归到这个里面 它归到哪个里面 OK 你的意思是 把它归到这个里面来 让它进行一个跨度 对不对 OK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个设计方式也很多了 我甚至于可以干嘛 让它再来一列 让这每一个上面的这个edit text 让它跨两列 对不对 都可以 但相对的就复杂了一点 对不对 当然这个里面 你如果还要实现这个的话 这儿还有一行 这儿还有一行 这地方就有点孤零零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先怎么说呢 我们先实现最简单的这三列吧 第一列 是我们的文字 第二列 是我们的edit text 第三列 是我们的 还是文字 还是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edit text 和其他edit text 就有点不一样了 这些edit text 是自动填满 自动填满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说我们屏幕是要自适应的 所以我刚之前说了一个原则 最起码得有 一页是让它自动伸缩的 对不对 我们让哪一列 你不可能让它来缩吧 你也不要让它来缩 不肯定让这儿来缩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现在正好是三列 正好是三列 我把这些对象都改一下 第一个是文字 第二个是文字 中间的这个就不是了 这些都不要太复杂了 反而不方便 我们去看 OK 中间的是我们的edit text 给它 给它弄个hint吧 input 这个我们给它设置一些文字 比方说 我去用红色吧 但这是输错了之后的效果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 用户名 我就没有设置它这些颜色了 这些颜色 就textmule的距离使用 大家下来还记得了 自己继续弄 然后呢 我要让它是不是拉伸啊 让谁呢 让第二列拉伸 我们把这些copy一下 请填写密码 这是密码 请再次输密码 这叫什么 确认密码 我就不弄 弄完吧 确 确认密码 再给它加量 请输入邮箱地址 email 这个我先给它留着 或者交换一个也可以 我们看一下效果 OK 那么这上面这块的话 我们是不是太宽了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它 平均分配 对吧 怎么让它平均分配呢 还记得不 看到没有 还是它布局里头有一些bug 其实 凭什么把这个上头 搞这么宽的 对不对 位置 再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设置一个这个 总和看一下效果 不管用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去设置这个位置 还有都不管用 还有就是我们第三列 也找不到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实际上 我们可以通过启动一下 它的这个实际效果 我这里做了一个 这个 我在这里 新建了一个activity 这个activity的话 就叫mylayoutactivity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要太相信 ADT的这个 所见即所得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真的 把它跑起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去 sit了当前的这个layout 我们运行一下 所以这个有点 有点奇怪啊 它这个效果 OK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实际上 它的这个是正常的 实际上 它的这个是正常的 那么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们这个上面 看到的和这个模拟器 上面看到的效果不一样 我猜可能是因为 我模拟器上一个bug 用中文的问题 我试一下改一下 username less than3chars 大家看到没有 我就改了一个 它效果就出来了 我仅仅改了一个而已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小bug 我们就先不管它吧 我把这个字在 好 我们在这里 让它去 让它去伸缩一下 我们让 第二列 第二列 延伸 这里设成1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那么它就延伸了 就延伸到最大了 那么这个效果 就类似于 我们这块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再去设置上 它的这个padding padding啊 marching啊 这些内容 让它们有间隔 更加的好看 最后的一个 这个换一个 最后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换一个 还有 就是 这个内容 事实上 我们可能不希望 它去延伸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试着 干嘛呢 试着 这个还不行 这个得再建一列 得再新建一列 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布局啊 当你要 把它和它 弄弄到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还必须 再新建一列 看到没有 是不是必须的 我们必须得 撕四列 那这个 比较典型的办法 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只有把这个地方 由它一列 拆成两列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后面 再加一个 先换一个 我们在最后一行 在它后面 再 在最后面 再加一个 先给它加成 我们先给它 再加一个 这个试一下 加两个 这个 我们看下效果 挤下去 要不就中文的意思 中文的缘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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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